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特别是老年人更加注重养生 常常会参加一些所谓的保健知识讲座或者健康养生会议等等 还会免费收到一些小礼物 殊不知这些讲座和会议其实是暗藏玄机 一不小心有些老人就会上当受骗 在黑龙江省加勿斯市和平街分布着七八家免费体检的理疗店 每天都有不少老人上门 其实这些让老人免费体检的理疗店背后还暗藏着玄机 据知情人介绍 这些理疗店先以免费体检为名 吸引老人上门 之后再带老人去开销售会 借机高价兜售保健品 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前不久在黑龙江省加勿斯市的一位老人那里 记者看到了他购买的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有补钙的 有提高免疫力的 还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等 这么多保健品花了多少钱呢 哎呀花了三四万了 这个药推销给你多少钱 这两天有吗 根据老人介绍 这瓶名为腐霉Q10的保健品 具有强心护心的疗效 半年为一个疗程 售价在五千多元 价格是比较高一点 在保健品的外包装盒上记者看到 这款名为中科新薄腐霉Q10的保健品 只是著名具有缓解疲劳的保健功能 并没有宣传画面上那些预防突发性心脏病的特殊功效 批准文号也仅为国食健子G2009-0424 咱们国家的药品 如果上市的话 它要请过四起的临头实验 但是保健品 根本就没有这些 那个过程 不是这个保健品 到底有没有这个治病的功效呢 用它来治病是不可以的 保健品的规定 就是说一定不能吃 是吧 但是你不能拿它挡药吃 咱们该吃药 如果你有病的话 你还是要看病 既然不能治病 为什么老人们会花高价购买 这些保健品的实际价格又是多少呢 中科新薄腐霉Q10的生产厂家 是广州市赛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 联系上了该产品的经销商 客户拿半年的话 我这销售价得给到多少 我也是三年有多少就可以 然后就五级一下就是买六 五级以上就拿过去三百 一提就是半年那三百是吧 对对 三百多元的保健品 最终到老年人手里 竟然卖到了五千多元 价格飙升了十几倍 不仅如此 老年人们购买的理疗仪器 成本价其实也很低 根据老人的说法 这些保健品基本上都是在一些 理疗店或者开销售会的时候购买的 那么这些原本并不算贵的 保健产品 为什么老年人会花高价购买呢 曾经买过保健品的许阿姨 告诉记者 她看到小区里张贴有 免费领取老花镜的通知 本来只是想去看看 能不能免费领取一副老花镜 一个眼镜不更好吗 这人一到岁数就愿意再缴演绎 通过送小礼品或者抽奖等形式 吸引老年人 正是许多销售会议一贯的做法 一会儿马上会议结束 咱们不要提 每个人都有奖品好不好 好 我们路径径的往前出 而这种办法 在一些销售公司的业务培训中 讲得明明白白 这位正在给新招员工上课的余经理 自称是易康集团 加姆斯地区的业务经理 他正在传授 如何获得老人的电话 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办法 余经理表示 把老人集中在一起 说是发眼镜 其实只登记信息 登记之后 还要达成上门的目的 既然不发眼镜 老人们还愿意把个人信息提供出来吗 上门的目的 又该如何达成 如此一来 以发放眼镜为油透 不但能达到 获取老人个人信息的目的 还能顺利进入老人家里 更方便和老人拉拢关系 让老人成为自己的客户 发出去的礼品还要善于包装 让老人觉得 这个礼品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让老人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这眼镜也挺好 一般有的疾疗老花镜 这个眼镜不是普通的素质的 它有两边的疾疗点 不是普通的疾疗 不是普通的老花镜 而这两边有两个疾疗点 对于我们强势 改善我们脑动血 对我们睡眠有好处 同时呢 对我们眼底都能用化 眼底都能用化 都有的改善 而且它能够出去我们微信管 经过于经理这份包装 一个老花镜竟然有了治疗的功效 送一个老花镜 就能达到上门的目的 多次上门之后 再送给老年人一张会员卡 承诺拿着卡可以参加免费体检 体检是由头 把老人邀请过来开销售会议 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余经理表示 他的客户都可以获得一张会员卡 该会员卡可以享受 在易康超市购物打折的优惠 而且还送货上门 而余经理口中说的易康超市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销售人员自己贴钱 红老年人高兴 目的就是为了让老年人觉得 他们这里日用品都这么便宜 保健品也会很便宜 只要有一个老人买保健品 销售人员自己垫付的钱就赚回来了 销售人员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康的心理 夸大病情 下户人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销售会议 虽然只赚回来了七位老人 但是卖出了两万多元的保健品 而活跃在加姆斯市向阳区前进区的许多会销场所 一场会的销售额就多达六七万元 销售人员就是通过小恩小费收买人心 打感情牌博得老年人信任 最后做一些免费的体检 夸大病情 忽悠老年人买保健品 于经理所说的做实验到底是什么实验 为什么许多老年人一看这个实验 就心甘情愿的高价购买保健品呢 在一个销售会议现场 为了证明保健品 辅眉Q时具有强心护心的功效 于经理现场解剖活牛蛙取出心脏 此时两只心脏都在跳动 于经理将两个牛蛙心脏 分别放入两只烧杯当中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老人们看到没有放保健品的心脏 跳动十分微弱 而另一边放了保健品的心脏 则动力十足 对比实验让老人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这个保健品确实有效果 这时候余经理才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那么那个关于牛蛙心脏的实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位销售人员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对吗 就一根儿放了 一根儿没放 然后他说那个鱼儿得泡点盐 厚死了 为了证实此事 农业大学的专业人士做了这样一组实验 将三个跳动的牛蛙心脏分别放入三个烧杯当中 实验人员介绍 牛蛙解剖后心脏放在清水中 本来就可以跳动三十多分钟 一号心脏不做任何处理 二号心脏的培养液中放入盐 三号心脏放入保健品 辅煤Q10 计时开始 十二分钟过去了 二号烧杯的心脏停止跳动 培养液呈红色 而一号和三号烧杯的心脏则跳动了三十多分钟 从这个实验来看 就是一号和三号相比来 发现的这款产品保健品 对心脏并没有明显的强心的作用 从二号来看 心脏在高盐的浓度下 会细胞的会迅速的失水死亡 心脏跳了十二分钟就已经不跳了 看来所谓的实验也是骗人的把戏 对于诈骗这一块 就是容易现在慢慢的从城市 往农村的老年人这一块去转移 我觉得这个特点主要是因为 城市它做老年人防诈骗的这种宣传 相对来讲力度比较大 而农村相对来讲这些会比较弱一些 我们看到用保健名义行骗 可以轻易的得手 也反衬出了老年人的弱势 老年人对健康有着更多的担心 他们的知识更新速度慢 孤独弱小的老年人 面对那些以保健品名义布下的陷阱 自我保护能力也就非常的差 要减少老年人上当受骗 除了依法严厉打击那些花样百出的骗子 那更重要的是呢 要让老年人得到更多的健康知识 更便利的就医条件 以及年轻人更多的关爱 有了这些正能量的支持 老年人自我保护的能力强大了 骗子们也就无计可施了 在重庆深山里面 突然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虫草 吸引数百名村民成军结队上山采挖 这到底是不是东虫下草 能不能够实用呢 棉花播种正当时 棉花种子却遭遇滞销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这几天啊 在重庆同梁区永川区交界的深山里面 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虫草 不过这儿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虫草打个引号 就为了这些所谓的虫草 数百名村民是放下手中的农活 成群结队上山去挖宝了 有很多村民拿着锄头 正在地上慢慢的寻找 他们告诉记者 这山里有宝叫虫草 据当地村民介绍 前几天一个修路队在挖路的过程中 发现了地下有像虫草一样的东西 消息一传出 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抢挖虫草 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近千人集体上山挖宝 在村民那里 记者看到了所谓的虫草 虫体表面有的呈黄色 有的呈褐色 东虫下草是名贵的中草药 一般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山草垫上 而这里的平均海拔才1000多米 真的具备东虫下草的生长环境吗 记者带了几根新采挖的虫草 向专家进行了咨询 专家进行了仔细比对 最终确定这些新发现的虫草 不是真正的东虫下草 专家提醒 这些虫草没有经过安全性评价和独立学实验 还不能入药建议不要随便食用 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劝诫村民们不要盲目挖掘破坏当地的植被 更不要轻易食用 那么我们要如何鉴别东虫下草呢 专家也说了主要有三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要看草型 这个东虫下草啊体型有点像蚕 草头的肌部比较粗 那末端呢是渐渐的变细 虫体上有八对足 第二点呢你要看一看这个草色 东虫下草的这个外表啊是呈现土黄或者是棕黄色 头部呢呈黄红色 多数这些草头呢颜色有点发黑 第三个啊你要闻一闻它的草味 东虫下草在密封后打开的时候闻起来有比较浓的腥味 那由于东虫下草价格比较贵哈 一些不法商贩就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假的虫草 那伪造的东虫下草呢 一般表面的色泽纹理都不太自然 比较重而且容易断开 水一泡还容易散开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 多观察避免上当受骗 眼下啊是棉花播种的时节 那按理说呢正当是棉花种子忘销的时候 而今年呢棉花种子的销售却遭遇了一些难题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河北省的几个种棉县市进行了了解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棉种 这是加红好种子 就是现在就这儿呢就是现在行情不好吧 你这个库存的种子有多少 就是两百多 你预计今年这两百多多能卖多少 不会超过一百多 记者采访的这个种子公司所有的棉花种子都是靠自己研发培育加工的 那么今年的销量情况与往年相比究竟如何呢 销量情况只有去年的百分之十几 这家棉花种子公司有几百亩的棉花种子培育基地 面对今年的销售情况他们还会继续培育棉种吗 离开寒滩记者又来到了棉花种植大县南宫市 南宫市有土地九十多万亩 每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在五十多万亩 那么今年这里的棉花种子销售情况又如何呢 对于往家相比销售量少三分之 一天去家这个时候应该这个闷菜扯水毛笼的 一天热很少 你有的就以上就来个一个了的也销售不了多少种子 这两年棉花种植是个什么情况 最近还可以今年不行 今年种的变成太少 今年就是一项目的无地 今年就是半个两分镜 我家去年没人 smoothie 今年呢 今年没种 为啥不种呢 价格太低 还装不住 据了解从2011年到2014年 那国家每年都会以高于国际棉价的价格 对我国各区域的棉花进行收储 那么到了2014年呢 我国的棉花库存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160万吨 那这个数字呢是占到全球比例的60%以上 那为了消化国内储备库存 在2014年国家就取消了棉花收储政策 改为目标价格补贴 受国际棉价的影响 棉花的价格呢 从美金的4元多前跌到了3元多 村民们啊 大家都减少了种植面积 有的呢就改种了其他农作物 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河北 我国其他省区包括新疆 都在减少棉花的种植面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村民们都改种什么其他农作物了 对于继续种棉的农民又该如何最大化的保护他们的收益呢 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傅岳宾是浙江省岁昌县大浙镇浙西上村村民 今年虽然全国很多地方的茶农都面临着卖茶难 他家的十几亩茶叶不仅早早卖出去了 而且价格也比往年高 浙江省岁昌县政府部门引入农产品电商企业等各方服务资源 创建了办事有专人政府不花钱百姓不掏钱的模式 被细称为羊毛出在牛身上 短短两年的时间从全线23万人口农产品电商销售额为零 到2014年实现农产品销售收入5.3亿元 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也欢迎您关注区交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我们再见